欢迎来到月亮说,一大波重磅仙侠剧将要降临了,其实仙侠剧也分为了三种,第一种是以侠为本质,抛开情情爱爱,第二种抛开了侠的概念,以天下苍生为幌子,主打一个偶像派,而第三种是全新的修仙旅程,一路经历最终修炼成仙。 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?小编全部给你整理出来了,以下是2024年至2025年,小编熬夜搜罗全网整理出的15部重磅仙侠新剧,带你提前了解每部剧的看点与路透素材,像是最后这四部必将罢评,绝对不容错过。 正在待播中的仙侠剧一,景田,张灵鹤主演的四海虫名。 把仙婚后爱的设定放到仙侠剧里会是什么样的呢?张灵鹤也真是可怜呀,这两年演了这么多古装,然而没有一部真正大爆的。 这一部小编预测也同样如此,不过前阵子发出的剧照和路透来看,制作颇为精良,不仅与福道化等方面都很到位,人设和剧情中规中矩,说不上老套,但也没有多少亮点可言,而景田与张灵鹤两人同框的CP感看着也是挺不错的呢。 这部四海虫名改编自一代学的小说《我有三个龙傲天竹马》,主要讲述了少女男言为了拯救母亲而踏入仙途,阴错阳差的与再逃帝君激阳结下了帝结姻缘的灵溪印,随后两人与一众小伙伴组成虫名小队,在森罗万象中拨开层层迷雾,一路追溯真相,共挽天下危局。 正在待播中的仙侠剧二,刘学义,胡逸玄主演的《落花时节幼冯军》。 原本这可是袁冰岩的大女主剧哦,但是原因大家也都懂的,这里就不多提了。 目前该团队找来了胡逸玄进行AI补拍,其实,她是迪丽热巴与人家伦主演的《玉交记》里,小蝴蝶落锦桑,小编觉得她倒是挺有表演天赋的。 而刘学义在颜值上也不用多说,毕竟有着最帅光头的称号。 不过没有了袁冰岩,该剧的热度你觉得还会高吗?但你如果喜欢虐的,那么该剧别错过哦。 《落花时节幼冯军》改编自蜀客的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了一朵茶花小妖红明,为了报救命之恩而立志要修宪。 然而姻缘忌讳之下,她遇到下凡历劫的牡丹上神锦绣,在百年一度的花巢会。 红明看上锦绣要做她的神后而展开的追仙夫之路,但是那落花时节便成亲的诺言被打破。 红明坠入化仙池,生死未卜,随后三世轮回缘起,深情坚定不灭,一句诺言,永生职守。 正在待播中的仙侠剧三,白鹿,敖瑞鹏主演的白月范星。 白鹿在去年可谓是一息爆红呀,而这次的白月范星虽同为仙侠,但小编敢保证绝对火不过长月尽名,原著中的剧情还是挺单一的,没什么深度。 不过白鹿搭着敖瑞鹏还是挺有新鲜感的,她是少年歌行李的雷乌杰哦。 目前该剧释出的剧照与路透来看,白鹿依旧非常美丽,而且在花絮中,白鹿和敖瑞鹏两人的CP感也是蛮强的,搭起来应该能擦出火花。 就看剧情改编得怎么样了。 白月范星改编自《星灵小说》,《星灵》也就是千古绝尘和神隐的原著小说作者。 这次的白月范星主要讲述了白鹿饰演的将军府妖女白硕,为了报恩而立志修仙。 寻仙图中意外搭救了敖瑞鹏饰演的妖族大神范月,然而两人不打不相识, 从互相利用到互生爱意,并双向奔赴,纵然隔着重重困难,但爱足以打破一切限制,拥抱最真的彼此。 正在带播中的仙侠剧四《白鹿》,王兴月主演的《横门有湖》。 小编再放一部白鹿的仙侠剧,这也是余政的第一部仙侠剧哦, 但该剧的素材还都啥也没有,等小编拍到路透后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。 总之这部《横门有湖》的女主定了白鹿,是已经板上钉钉了, 至于男主暂定王兴月,如若真的官宣了,那么这两人将是《玉春楼》、《周生如故》 以及《宁安如梦后》的第四次搭档了,敬请期待吧。 正在带播中的仙侠剧舞《唐嫣》,刘学义主演的《念无双》。 想不到年过四十的唐嫣,还能凭借一部《樊花》再次火上一把, 但这次她饰演仙侠剧,很多网友就坐不住了, 纷纷吐槽《唐嫣》饰演的神女造型太老气了, 完全没有仙气飘飘的样子,一眼看上去就是上了年纪的仙女, 但小编觉得,其实《樊花》中的汪小姐也并不老气啊, 主要原因应该是该剧组的装造差了些。 总之,也希望剧情能足够给力,压过这些小细节。 《这不念无双》改编自十四郎的小说《天下无双》, 主要讲述了为取回神界的宝物。 一位神女无双下凡,化身为人族少女, 成为了狐足大祭司原众的贴身侍女。 她计划夺回神器神之左手,然而无双发现事情实则另有隐情。 在调查的过程中与大祭司相爱,最终携手拯救世界的仙侠故事。 正在待播中的仙侠剧六,宋威龙,居静一,刘孟瑞主演的《千香》。 这是宋威龙继君子蒙之后的又一部古装剧, 而且还是不仙侠,被耽误好几年的宋威龙。 你觉得还能凭这部《千香爆火》起来吗? 而该剧的小惊喜是,莲花楼里方多病要娶的昭灵公主也加盟了进来, 这无疑为这部剧添了一抹亮色。 目前从路透照来看,幅画道还是蛮不错的,尤其是居静一。 这次有一套浅绿色造型与一套蓝色服饰,都挺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, 就看他们这次的演技发挥了。 这部《千香》又称《千香饮》,改编自《十四郎》的小说《千香百妹》, 主要讲述了青秋姑女小棒锤。 她一元忌讳,进入了除凤书院休息,而结识了雷修远。 两人一起长大,殊不知雷修远是夜叉。 小棒锤是剑木之时,雷修远力量觉醒之时,伴随着对剑木之时的战友诅咒。 然而在这些纠葛之后,最终就熟了对方和守护彼此的仙侠奇幻故事。 正在带播中的仙侠剧期,侯明浩、陈都玲、田家瑞主演的《大梦归离》。 郭敬明在云之宇成功之后,也开始拍起仙侠剧了。 这次他找来了侯明浩搭档陈都玲。 这两人的古装扮相都很绝,尤其这次的陈都玲。 路透照中他身穿黑衣,形象破碎感满满,长发飘飘, 如同蛇蝎美人一般迷人又危险,相信和侯明浩一定很有CP感。 而这次的配角依旧有云之宇里爆红的田家瑞哦,就连成蕾也会客串出演。 这样的阵容,大家也是期待极了。 这部《大梦归离》的故事灵感,其实来自于《山海经》,是一出妖妖捉妖的归离传奇。 主要讲述了一心求死的大妖赵远舟,巧遇了少女文霄而有所感悟。 两人与一群热血少年及少女结伴,展开了一段奇幻冒险的故事。 正在带播中的仙侠巨八,邓维,向寒之主演的《仙台有数》。 凭借长相思粉丝大涨的邓维,以后她的咖位也都将变成男主了。 而00后小花向寒之,也就是肖战娇阳伴我李饰演的女二潘柔, 她这次也同样首次担任女主。 两人要饰演师徒虐恋哦,不过小编想说,这两位真的已经能担任男一女一咖位了吗? 在颜值上看,邓维的古装扮相还是挺出彩的,但像寒之过去的古装扮相基本没什么好评,这次也是真够危险的。 这部《仙台有数》改编自《狂上家狂》的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了20年前西山派掌门穆清歌为了守护苍生,替徒弟苏逸水逆天改命。 自此,穆清歌被世人称之为魔头,被四大悬门联合绞杀死去。 然而20年后,穆清歌转身为薛冉冉,败入苏逸水门下,试图身份对调的他们,历经重重磨难而最终守护天下苍生。 正在待播中的仙侠巨九,张彬彬,孙真咪主演的《千朵桃花仪世凯》。 张彬彬这次也同样带了位00后小花孙真咪,难不成过几年,咱们看的都将是00后演绎的剧了。 嘿嘿,其实这位孙真咪就是《长月静明》中的狐狸精翩然哦,她这次将饰演舞媚撩人的暗欲圣女,而张彬彬饰演的轻高持重的少城主,与她会如何擦出火花来呢? 这部《千朵桃花仪世凯》改编自《随语而安》的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了上古时期人黄昭明为了万民请命,牺牲自己对抗神界,然而昭明陨落后,爱人混沌珠拼死就下她的一缕魂魄,不下万事轮回之局。 在万事之后,昭明转世成仙盟盟主谢雪晨,混沌珠成为暗欲圣女慕玄灵,两人就此在人间重逢,随后还陷入了生死考验与逆天改命的仙侠故事。 正在带播中的仙侠剧时,陈飞宇、王颖露主演的《现余》,这一部是《中国首部零零后》主演的仙侠剧哦,陈飞宇与王颖露将解锁反套路的仙侠剧情。 演绎跳级恋爱,这个仙侠题材非常有新鲜感,以修真世界为基底,世界观庞大且丰富。 三界群向鲜活饱满,主角们为了进阶各有牵扯,又一路逆天改命。 如此升级流的设定自带热血气质,有着极其鲜明的差异化。 其实该剧的目的,也是为了满足《零零后》观众对仙侠剧的全新官剧需求,这其实也是响应政策需求。 这部《鲜鱼》改编自浮华的小说《向师祖献上咸鱼》,主要讲述了被封在山中五百年的庚臣仙府师祖司马娇,与意外来到修仙界的廖亭燕相遇后,被其无欲无求的咸鱼本能降服。 从此廖亭燕开始引导司马娇步步向善,成为了改变她的人,过程中他们萌生情愫,在仙府魔狱以及人间经历了一段跨越三世的爱恨纠葛,最终两人选择守护爱人,维护三界太平。 正在带播中的仙侠剧《十一》,李鸿逸、陆婷玉主演的《勿扰飞生》。 对于李鸿逸,相信看过少年歌行的都了解,而他这次饰演了一部充满幽默元素的修仙剧。 这种修仙剧难不成真的要开始流行起来了吗? 不过该剧也是被网友说选角不太符合原著角色,不知道会魔改得怎么样呢? 这部《勿扰飞生》改编自《月下谍影》的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了在凡尘界备受冷遇的王国公主空侯,因机缘巧合意外进入了修仙世界。 偶遇了病弱男子还宗,他们一起升级打怪闯荡修仙界。 没想到,还宗竟然就是自己一直痴迷的修仙画本的大大,也是传说中的修仙界天才。 两人在一次次的历练中克服心魔,突破修为,最终双双成为了一代宗师的仙侠故事。 好了,还有以下四部剧可谓是万众期待,开播后必定频繁上热搜。 正在待播中的爆款仙侠剧十二,杨子、张婉毅、谭剑刺以及邓维主演的《长相思》第二季。 哥哥,我是小杨,哥哥,再忍一忍就好了。 本期杀了几个,就要杀了你。 有多少让剧民像小编一样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,想快点看到呀。 第二季绝对比第一季更加精彩,也更加虐恋,小妖死而复生,图山景心境大变,决意抛下一切与之长相厮守,然命运多舛,图山景陷入死局,幸有一息尚存,并在最后与小妖成婚,而香柳自知无法陪伴小妖左右,化为防风被娇其剑鼠。 幼领今天是为其打造,灵力不高之人也能驾驭的兵器,后慷慨赴死,遭万箭穿心。 还有香柳的抢婚与苍玄表白的名场面,绝对不能错过,到时候必定上热搜。 正在带播中的爆款仙侠剧十三,杨杨,金陈主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。 又是一部修仙剧哦,而且还是由大牌演员来演绎,杨杨这次也等着自己口碑大逆转呢。 从目前来看,该剧的制作还是挺精良的,浮化到很精美,而且据说剧情的还原度非常高,编剧也是害怕被大家吐槽,不敢过分魔改了。 此外,该剧的友情客串卡斯非常庞大,基本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老牌演员,而且他们各个造型都非常精致用心。 毕竟这部《凡人修仙传》的原著小说,自2007年就在网上开始发表,具有庞大的粉丝基础,难怪整个团队会这么认真。 对于剧情也介绍过很多次了,这里就不展开了。 正在待播中的爆款《仙侠剧十四》《狐妖小红娘》系列。 为何,直到此时你都不曾过问,面具之下的我? 这当中,可有人听于妖族相恋啊。 这系列大家已经期待好久了,首先,话题度最高的,也最先播出的就是月红片。 杨幂这次可自信了,作为八五后花的她,很有可能要与赵丽颖的《雨凤行》强势对导。 而且,该剧的配角群非常强大,有张灵鹤、陈都灵、郭小婷、魏哲明等等几乎都是人气演员,相当有竞争力。 或许会成为2024年除《长相思》第二季之外,最火爆的古装剧。 而该系列的竹叶片,演员阵容同样非常强大,但一个流失师、艺人就能拉起话题来。 并且大家都说她和男主张云龙非常有CP感,而配角群更是有吴轩怡、宅肖文、侯明浩、丁雨昕、张若南、孟子义、彭潇然等知名演员。 这样的阵容会不会期待啊?小编只希望这位男主张云龙不要拉胯,希望能够撑得起来男主咖位。 还有该系列的最后一部王全片,虽然这一部的整体阵容没有前两部的强大,不过也是有诚意在,同样是必看的呢,就看她和李依童的CP感怎么样了。 正在待播中的爆款《仙侠剧十五》,赵丽颖、林更新主演的《雨凤行》。 赵丽颖在《小编心》中,那简直是演艺圈的神呀,不管她如何转型,她的剧绝对靠谱,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 这次还和林更新二大,加上《九路飞香》的小说,而且目前释出的装造质感都非常不错,最重要,赵丽颖这次的人设非常有看点。 小编敢说,只要剧情不要乱来,《雨凤行》今年一定会强势罢评一两个月。 好啦,小伙伴们,以上十五部《仙侠剧》都将会在这两年内正式播出,小编至少有一半都很期待。 只看三部的话,你最期待哪三部呢?评论区聊聊哦。